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达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早上9点46分 台北股市目前开盘是跌了40点 我想这个跟日本的熊本 在礼拜五晚上又来的是大地震 而且这个规模比之前来的更大 原本前世的规模是6.5 那原本想说那只是个主震 没想到那竟然只是个前震而已 那在礼拜五时候 礼拜晚上 又来个规模更大的7.0 可是7.0是很大 因为据说7.0比6.5 规模整整大了六倍 规模整整大了六倍 可是你看后美股市 其实在礼拜五 事情发生之后影响根本是没有的 你看道琼 道琼在礼拜五的时候 行情根本就完全不受干扰 就是 对 道琼股市 只小跌28点而已 欧洲也是一样 这事情发生 欧美股市都还在交易 欧洲股市也都只是小跌而已 感觉出来 感觉不出来有太大的一个干扰 那没想到今天亚洲股市 影响却是来得那么的直接 当然日本跌是一定的 因为听说这一次熊本的地震 规模可能会造成日本 达百亿美元的损失 百亿美元很可怕了耶 对不对 百亿美元如果换算成台币的话 那就要多少了 大概就要将近1.5兆了 大概有1.5兆了 所以这个规模实在蛮大的 所以日本建议开盘之后 最多跌了500多点 那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亚洲股市 全面都跟着开低 大陆股市目前开盘之后 也跌了1.4 那其实也我个人看法啦 不用那么的悲观啦 但这种天然灾害的出现 我们也不希望有 那只是让整个民间 甚至于政府部门 都能够蒙受损失 那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下去看 有破坏才会有建设 有些东西 东西还好好的或者堪用 你不会想要去把它丢掉 去买新的 可是遇到那种天灾人祸 所造成的损失 反而让你另外掏一笔钱出来 做采购 所以有破坏才会有建设 反而对于整个经济来说 是一个机会点 是个机会点 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一定是对当地国一定是冲击 然后未来的订单衍生出来 那是一个你要注意到的地方 但这次日本雄本的强政 据统计 影响最深的可能是在汽车业 日本的汽车业 因为日本的汽车业 几乎大本营就在那个地方 那半导体业的部分 大本营也在那个地方 随着一冲击下去之后 对日本的汽车工业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那同时对于全球的半导体 会不会有断链的问题 甚至于大家目前在讨论 苹果的供应链 会不会因此受影响 影响到 今年第三季 苹果i7的上市 所以今天在整个 电子股的部分 很明显可以看到 跟苹果有关的股票 因为苹果礼拜五也是跌2% 跟苹果有关系的股票 比如像可乘 今天就开低 开盘之后就下跌 那3008的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也是开低 合硕今天也是开低 包含2317的鸿海 红准大力光 今天跟苹果有关 今天全部都开低 但重点我个人觉得 台北股市目前跌43点 43点其实也不多 43点其实也不多 目前以外资的持股来说 外资从惯联到上礼拜五 买超2220亿 尤其在台子期的部分 净多单高达48000口 外资不会放在这个股市上下去 所以不要做过度担心 这个地方重点应该还是在于 个别股的行情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来的问题 重点在第一季财报的问题身上 所以只要是基本面强的 只要是基本面好的 甚至于第一季的营收 有机会比去年更好 甚至于创新高的股票 比如像我们这段期间操作的 对F军耀 对 一样强 对 我们第一波从52块钱买 70上面卖了一次 压回60 60个再买回来 一样还是这么强啊 F军耀 三月营收次高 很可惜 差个1000万 1800万 没有创历史新高 可是维持次高 第一季 比去年同期成长19个person 也是历史次高的一个营收 季的营收 所以这个可抢而知 在接下来财报发布之后 还是有机会工 至少一块半到一块八 应该将近有一块八左右 所以像这种 这个都好有机会工的 但在礼拜五的时候量太大 礼拜五的量太大 结果今天没有办法工出去 这个短线上要洗盘啊 这个短线上要洗盘 可是逢压回 像这种有逢压回 都可以找买点 这个在筹码部分 还是很精简的 目前大股东持股高达80% 高达80% 所以像这种股票 压回都不会升 压回找机会买 你想要操作的 想要操作F军月的 跟我一起做 我们两波段上来 已经赚了六十几%了 他们四十%跌 想要做你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先来跟大家谈另外一场股票 今天强方出现的股票 因为今天大盘这样跌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预估量只有六十四亿而已 只有六十四亿 六十四亿的量很少 所以如果体财性不够的话 体财性不够强的话 就不容易供出去了 因为吸引不到市场买盘 那我们先来谈这支股票 我们今天再来谈F军月 F军月 我们上礼拜已经谈过一次了 上礼拜在礼拜三的时候 已经谈过一次了 已经推荐过一次了 F军月 上礼拜三已经推荐过一次 上礼拜表现相当强 这档个股其实也是我们会员 VIP会员超出的标的 我们VIP会员从105买进 涨到108 压回118 120又加码 上礼拜再供出去 上礼拜再供出去 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跟大家 再推荐这支股票 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 F军月很明显这个量 放出了一根相当大的量 那这根成交量 这根成交量总共有四千张的成交量 四千张多不多 其实四千张来说的话 不算多啦 不算多 你以股本 14亿的股本来看的话 14亿的股本 总发行股票有14万张 你成交量四千张 其实它的周转率大概只有 2%大概不到3% 2%多 2%多的周转率 虽然不多 可是你这种中小型股 只要有接近3%以上 就开始有转热的一个味道 加上前一阵子 每天成交量只有600张 700张 在昨天出现 礼拜五出现这根大量周 过前高 而且这个前高是怎么样 这个前高是最近半年来 底部的颈限 132 半年来底部颈限 132 所以整个大底 半年的大底刚完成了 可能你会看 哇那你们这样105上来到135 你们已经赚了30块钱了 没有错 我们赚了30块钱 已经赚了三成了 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从另外长线角度看 它是278 对278 对278块 少到8块 目前的价位 还在历史的底部 还在历史的底部 尤其 F军月 三月营收5.53亿 也是很可惜 差个1000万而已不到 差个800万而已 因为历史高点在5.65 它在5.53 差1200万 没有创历史新高 这个笃定4月份 会创历史新高的 4月营收笃定 会创历史新高的 因为目前BOPA 它的大陆的市占率 占了50% 你知道一家公司 有办法在大陆一个商品 或一个原料 占到市占率50% 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个 好一件事情 而且代表它的一个 需求强度是很强的 然后状况是很高的 然后去年每股获利 10.51 也是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7个person 7个person 这也不得了的 所以这家公司 加上它的一个财务状况 负债只有14% 毛利高达36% 相当好赚的一家公司 所以在礼拜五的 大量其实只是一个底部 攻击的发起 把之前套牢的 把之前这边套牢的 想要卖的 想要卖的 都能够充分的去消化掉 那更重要的是一点 在筹码的部分 你看 礼拜五外支 买了891张 礼拜四买150张 礼拜三 投信 又买365张 我刚讲错了 都是投信 我们再看一次 礼拜五的投信 买891张 礼拜四买150张 礼拜三 又买365张 礼拜二又买140张 礼拜一买的比较少一点 就20张 所以光是上个礼拜 光是上个礼拜 外支 投信买F6月 就买了1400多张 就买了1400多张 全部买在什么地方 所以上个礼拜 它的推升 都是投信 推升的杰作 那既然整个大盘 已经突破六个月的高点 这个高品 只怕它不押不回 它如果逢押回 130块钱 就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就是一个参考的价位点 这种股票随时有机会 今天大盘跌41点 它还是保持很强 还是保持很强 这是一档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这是一档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在这里 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今天选股上难度比较高 因为大盘只有600亿的量而已 特别在跟大家推荐提供F6月 给大家做操作上的参考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操作不顺利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上看